尿贫尿急 尿痛前列腺炎 根源是气虚 黄奇加一味 专克前列腺炎 很多男性朋友都受到前列腺炎的困扰 尤其是老年男性 小便的时候非常痛苦 尿贫尿急尿痛 有的人还有排尿困难 一遍遍的上厕所就是排不干净 实在难受的时候吃点消炎药 怪断时间又发作了 反反复复总是不出根 其实在中医看来 慢性前列腺炎的根源还是在于气虚 我曾经接诊过一个慢性前列腺炎的患者 这个病人60多岁 当时来门诊说自己被前列腺炎折磨得真是太痛苦了 小便 哩哩啦啦的感觉排不干净 总感觉有尿液 一会儿就得去一趟厕所 最重要的是排尿的时候疼得不得了 都快产生 心里阴影了 这点消炎药有时候能好点 但总是反复 中药也吃过不少 有的能改善 但是这个排尿疼痛始终好不了 我看这个病人有气无力的 说话声音也不大 通过进一步问诊 得知他平时还总是感觉头晕没劲 不想吃饭 大便也比较稀 那这个病人我们可以判断 他这个问题根源就在于气虚 气在我们人体的作用 其中一个是推动 促进尿液的正常排出 气虚了 就像是河水流不动了 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垃圾淤堵 所以排尿就不畅 还有一个是固射 气不射精 就会有尿道口低白 膀胱气化失常 尿液沉积在膀胱 还会导致尿液频频 看他以前吃的中药方 也有从气虚入手调理的 但是可以说没有切中要害 那我给他用的方子呢 是伊林改错这本书中的一个方子 黄芹甘草汤 只有简单的两味药 黄芹和甘草 那黄芹这个药呢 有补气第一药之称 我们说如果管道有淤堵 最好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是不是用强力的水流给他冲走 那黄芹就是用来加强水流的力量的 一方面推动尿液的正常排出 一方面还能够冲开淤堵 让你的通道畅通无阻 排尿顺畅 配上一味甘草呢 甘草在很多方子里都能见到他 经常是用来调和药性的 其实它本身有清热解毒 缓急止痛的作用 而且药理研究发现甘草呢 还有消炎的作用 所以它和黄芹合用 除了能解决尿贫 尿急 尿不禁等问题 还能够有效的缓解疼痛 那这个病人吃了有半个多月 来复诊呢 就说症状有明显的改善 后续又吃了一段时间 就很少再出现这种情况 很多人提到中医啊 总是说中医是慢郎中 其实呢 只要辩证准确 用药精准 中医可一点都不慢 而且中医看病讲究什么呢 辩证求因 光是一个前列腺炎 除了气虚 还有湿热 干预 淤血等多种情况 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炎症概括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爱说 中医治病是治本